臺灣的基金可以同國發展 我們都是樂隊的選擇 那有很多人提到安全機制怎麼樣 我想請教主委 如果大陸開放來 對於這個上市三位公司的 持有的這個白燈力 你就是不能超過多少 有一個限制嗎 對我有報告 最部分的後續的配套 也要注重各產業的主管機關 那其實現在也有很多科技產業 電力產業都會更兌換 那證交法也有 有超過10%就要送到等等 你會把這個提示做好 那因為不定做 外國來台灣不知我們的股市 有它的優勢 當然有它的優點 但是尤其比較注意的事情 謝謝 謝謝 10%也還合理 其實我們這邊先 初期先10% 你看如果其他如果 覺得比較 像一些網絲啊 實際上沒有什麼看到的 技術的新增能力的 我覺得20% 30% 反而對這些傳統產業 可以講是一種注意 怎麼說呢 你比如說那個什麼鳳梨酥啊 鳳梨酥大家都會做啊 可是剛剛投資台灣的那個鳳梨酥喔 類似這樣的一次 加工廠的時候 加費很多的農子 你看農產品很多的價格就上漲了 大家感覺是有感到 另外一個就是喔 因為它的投資啊 間接幫這些農民傳產的部分喔 開始一個喔 廣大的大陸市場 它馬上就銜接過去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轉機啦 像台灣的優勢喔 從以前講的 10年到現在剩5年 5年到現在是3年啦 如果能快速協助這些傳產 趕快銜接上去喔 也可以讓很多的年輕人喔 面對那麼廣大的市場 有更多的工作機會提升 那這個是喔 推動的話 一舉數的喔 所以喔 我覺得 這個主委是現在很積極現在推動喔 那事實上喔 有機會喔 這個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外界 那所有的這個產業喔 金融先行啦 金融可以跨出去 產業可以賺到錢 投資人可以賺到錢 那會擴大國內的這個資本支出 那我不曉得這個主委的看法是怎樣